今天我们开始染色 这时加淡沫 染树干 先染离你最近的这一颗 然后依次染过去 尽量是一直比花到底 这样它逐渐变淡 确计这时一定要加一点淡沫 我现在画一画远处的树 这张画我们画一个暖色调 以褶石为主 也就是大部分地方的颜色是用褶石来画 现在这些褶石没有加墨 我们中国画颜色有个特点 其实是可以直接上色的 它不同于国外的颜色 国外的颜色都比较纯 需要调制之后才能和谐 我这个颜色用的非常淡 是纸的原因 看上去好像颜色挺重的 远处的褶石色一定要淡 远处的褶石色一定要淡 用花青开始染这几块石头 用纯花青 一开始笔上的花青比较多 我们先染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依次染外围的石头 这样有暖色再有冷色就好看了 我以前讲过 如果这块石头是冷色 它的根部一定要暖一些 暖色的根部一定要冷 一般咱们画浅浆山水 整体上就是三四个颜色 花青 藤黄 褶石 再加一个红色 猪纱也可以 猪标也可以 猪标有点偏橙色 水分一定要掌握好 画国画 其实就是掌握一个度 墨多了不行 少了不行 重了不行 是淡了不行 怎么才是行呢 就是那个度 所以这个度啊 需要我们多实践 没有捷径的 而且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 也不是绝对的 很多时候老师这么教 他自己并不一定这么晃 但是教学就这样了 得按照规范先入手 然后你得发扬自己的个性 我以前讲过了染红色的 先用薯红打底 然后再盖桌上 我今天就没有遵循 我直接用的猪纱 来画前面的这个树叶 后面的是用猪纱 加了点藤黄 这样一个发红 一个发橙 整体都是暖色调 而且红色的往前跳 橙色的往后跑 这样它就有层次了 用花青加了点淡沫 染了一下另外的树叶 这后面这些树叶就乱了 又有红又有橙 就乱了 因为后面的嘛 多用肤色 这是染第一遍的效果 好稍微干一点 我们染第二遍 目的是为了让这些颜色 有过渡感 初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 也是过渡感不强 这个要多练 画国画没有结晶的 不是老师教一个什么方法就立刻成长了 我们需要大量的练习 甚至说盲目的练习都可以 像个愣头青一样使劲画 积攒大量的问题 多次失败 这样看视频的时候 学到的东西就会更多 我染第二遍 这一遍的猪砂比第一遍的要重一些 后面的找局部随便提一下 它毕竟是后面的嘛 不能跟前面平起平坐 随便提一下就可以了 用朱砂点人物的衣服 好了 这张作品就画完了 这张纸呢 是一张半生熟的 偏生一点 四成熟六成生吧 大家可以尝试不同的纸 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 好 我们下期见